現在是5.03的官方版本 那這台PSP呢是2000型 薄P 那切記 這個影片是為了PSP1000型跟2000型V1、V2去做的影片 不要PSP2000型V3跟3000型跑來看這個影片 操作錯誤可能會導致PSP變磚當機 那台PSP就沒救了 還真的送原廠 那第一個步驟一定啦 格式換我們的記憶卡囉 使機卡比較乾淨 那不會影響到我們等一下做的升級步驟 那這時候連接到我們的電腦 那電腦的部分呢 這邊有5.03官方聲音檔 如果你現在是5.03的這個就不要管它了 那我們現在到5.03 G1 那個ChicEn R2 直接自行 它會跑出兩個東西 那這兩東西呢 直接複製起來 然後到我們的PSP記憶卡這個視窗 直接在格幕錄的部分按貼上 不用放到任何的資料夾 那這邊用全部取代 這樣就OK了 官方5.03 那剛剛我已經把第一個要刷圖的 CheckHENR2放進去了 好 這個時候 很重要的步驟 語言 好 改成英文的 那文字 然後 改成US 刷圖 現在是當掉的情況 那沒關係我等它就自動關機 好 拔出記憶卡 開機 那我們等著步都出來 好 再插入記憶卡 再去刷圖 好 成功了 那我們再喬一下版本 5.03 5.03 CheckHENR2 版本就變了 那這時候呢 還要再連接 將我們的記憶卡連接到電腦 好 好 那這兩個檔案呢 是我們剛剛加速出來的兩個檔案 直接刪掉 用不到了 好 那包含剛剛那個 CheckHEN用不到了 OK 那這邊有兩個檔案 5.50GEN-D 跟-D2 這兩個檔案都直接自行 OK 那 5.50GEN-D2 OK 自行 好 那把PSP 跟5550 這兩個檔案 複製起來 那一樣 到記憶卡的個目錄上面 按貼上 好 直接貼上 好 全部取代 那就好了 再回到PSP OK 好 我的版本呢 現在是一直維持在5.03 CheckHENR2裡面 那切記接下來的步驟 只適合PSP1000型跟PSP2000型 V1、V2的機種 OK 那我剛剛已經放好5.50GEN-D了 好 好 那我先升級 HT OK Enter 安全 選第一個 安全 安全 那這邊可能要3-4分鐘 好 跑到RUN OK 升級好之後呢 好 底下安全圈是關機 按XX是重新開機 我們按XX 好 喬一下我們的版本 那這時候確認鍵變成XX了 那我等一下再教大家如何更改確認鍵 5.50GN-HD 那這個的時候呢 我們要升到我們的地圖 記憶卡裡面還有一個地圖 按XX升級安全圈離開 我們按XX 這是保機2000型的 那最後一行 按XX離開 按XX離開就完成了 那這時候再喬一下我們的版本 5.50GN-HD 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去變更我們的確認鍵更改一些設定 這時候要整個操作 切著開機鍵 大概四五秒鐘那全關機 然後再開機 按著R鍵開機 按著R鍵開機了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這個我們叫做回復模式的選單 那我們先去第二個 這裡面都是按XX為確認鍵 按XX 進去了之後 我們要去找一個 叫做VSH選單 這個 這個就是可以在我們那個系統桌面那邊 可以開球門簡易的選單 採用的調整選單 正常右邊當然是要VSH 或者說是Enable 像正常如果你們這台PVP完全沒有刷過第一次刷 應該會是在Disable這邊 那我們現在可能要把它改成VSH 選單 那再來 還有一個就是玩遊戲的時候 有一些要開啟我們的免引導系統 正常如果你們那台PVP完全沒有刷過的話 它是在Normal那一個選項 NormalUMD 這個 那我們要把它改成M33Driver 開好了之後呢 還有地方要改 就是 我們的按鍵 現在都變XXX為確認鍵了 那我們在上面按XX變更 它變全圈為Enter了 那在這個回覆模式裡面都是按XX 這圈圈只是要改在系統裡面 的時候 它的確認鍵為 圈圈 那按EXIT離開 OK 那就回到我們的系統 那我來讓它喬一下我的版本 那現在已經都是圈圈為確認鍵了 那我們就是改一下我們的系統語言 然後把它改成中文的 進來的就無所謂了 好 繁體中文 那 系統版本 5.50GM-D2 OK 那我就執行 一款 遊戲 跟著 P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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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是GT 可以玩 中文版的 離開 教學就到這邊